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思念的念 江月白的白 寓意不言而明 我去给沈淮川送饭的时候 被前台冷漠地拦下 不好意思小姐 我们有规定没有预约不能见江总 请问您有预约吗 我张了张嘴 想解释自己是沈总的妻子 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除了那本红彤彤的结婚证 沈淮川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承认过我的身份 甚至还高调地跟别的女人出席酒会 我没有预约 但我可以给顾总打个电话 你等等 我手忙脚乱地拨通熟悉的号码 可电话响了几声就被无情地掐断 我尴尬地站在原地 前台见状 投来嘲讽的眼神 现在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想见沈总了 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沈夫人正在上面呢 没空理你 快走快走 沈夫人 江月白吗 我自嘲地笑了笑 已经习惯了不是吗 明明来之前给她发了消息 可现在还是这样的难看 可想起上次儿子发烧可怜的祈求 妈妈 我想要爸爸妈妈一起陪我过生日 我咬牙忍受 就这么在公司下面等了两小时 沈淮川的特助才匆匆赶下来 将我迎了上去 安逸小姐 刚刚沈总在忙 请您跟我来 周特助是知道我和沈淮川关系的 可她从来不叫我沈夫人 因为沈淮川不让 我推开门的时候 迎面撞上江月白 安小姐呀 她的视线从我的脸划到我的手上 颇有深意地笑了一下 安小姐这是来送饭 不过淮川哥哥现在可不一定吃得下哦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才看到沈淮川的办公桌上 已经有了一个空的饭盒 原来她已经吃过了 我摸了摸手上凉透了的饭 心想又白辛苦了一个小时 感受到我来 沈淮川仍头也不抬地签个合同 在她心里我一直像个透明人 哦 除了在床上 她才会用正眼看我 有什么事 她停下笔 捏着眉头不耐烦地看着我 我就看一眼如女主人般 坐在沈淮川身边的江月白 我深吸一口气 淮川过两天就是小念的生日了 你那天有时间吗 她一直想和你一起过个生日 你 不等我说话 她头也不抬 便打断了我的话 不行 我太忙了 浓浓的失落感涌上心头 可正当我还想劝一句的时候 江月白却挽住了沈淮川的胳膊 满是惊喜 念白要生日了 怀川哥哥 工作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我们去吧去吧 我棱在了原地 这不应该是我的台词吗 可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沈淮川却是抬起了头 她看着江月白 面色满是温柔 好 那就去 说完这句 她便看向了我 眉眼一如从前 不耐 烦躁 还有什么事吗 听到这话 我知道 我该离开了 为这两人关上门的那刻 我不知自己是该心酸 还是该开心 至少 沈淮川答应了去 不是吗 因为 对于沈淮川来说 沈念白的出生 只是个意外 那天刚好要吃完了 我懒得去买 谁知一次就中招了 可能是不喜欢我的原因吧 沈淮川连带着 也不喜欢这个孩子 从来没有 陪他过过一次生日 可是沈念白 却很喜欢这个父亲 就是亲密地粘上去 就算总是被推开 也不放弃 小念 我高兴买了小念 最喜欢的菜回了家 想告诉小念 这个好消息 可回家才发现 江月白正在陪念白玩乐高 两个人笑得很开心 江月白 他又是什么时候来的 可下一秒 我就被孩子爽朗的笑声 给吸引了 我正正地看着小念灿烂的笑容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好像从来没笑过 因为我不会玩乐高 不让他吃很多糖果 还总是管这管那儿 两个人玩得很投入 谁也没发现我的到来 直到休息的时候 江月白拿了块芒果 准备喂到小念嘴里 我瞳孔一缩 冲过一把打落芒果 把念白拉到身后 江小姐你在干嘛 小念不能吃芒果 他会过 我的话还没说话 从后面传来的一股力 把我狠狠地撞在地上 被我护诸的小念 跑到江月白面前 心疼地摸着他的手 月白阿姨 你没事吧 我妈妈是个疯子 你别管她 我倒在地上 不可知信地看着这一幕 我的亲生儿子 不管被推倒的母亲 有没有受伤 还对着别的女人 说我是个疯子 妈妈你干什么 月白阿姨是我请来的 你怎么可以随便动手 怪不得爸爸不喜欢你 你一点也不温柔 沈念白捏着拳 对我发着脾气 那像急了沈淮川的脸 满是愤恨 我想要月白阿姨 当我的新妈妈 爸爸不喜欢你 我也不喜欢你 你走开 给我离开这个家 永远也不要回来 这一刻 我恍惚察觉 这个由沈淮川 一半血脉的儿子 虽然还小 但和他父亲 同出一辙的冷漠 见我没反应 沈念白的眼珠子转了转 竟突然抱住江月白 月白阿姨 你能当我的妈妈吗 你这么温柔 爸爸很喜欢你 我也很喜欢你 这一刻 我原以为足够坚强的心脏 却还是控制不住的疼痛起来 我趴在地上 抬头看着这木 一时竟爬不起来 你在胡说什么 一个凉薄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我被人轻轻地扶了起来 是沈淮川 沈淮川走了过来 只是扫了一眼地上的我 漆黑的毛子 尽是冷漠 爸爸 沈念白开心地跑了过去 拉着他和江月白的手 费力地叠在一起 我喜欢月白阿姨呀 你看 念白 月白 这样我们才是一家人呢 说完这句 歪着脑袋 故作天真的说 只要这个女人离开 爸爸妈妈就能永远在一起了吗 我直直地愣在了原地 我怎么也想不到 我的亲生儿子 竟然会说出这种话 我看向沈淮川 想看看 他又是怎么一个态度 是开心地认同 亦或是 瞎说什么呢 江月白害羞地抽回手 眼神却期待地看着沈淮川 大概是被我直勾勾地看着 沈淮川微微拧眉 沉声 好了 小孩童言无忌 月白你不要放心上 明明是四个人 他们三人却自成一个世界 而我又成了透明人 我终于忍受不了 转身回了离开 我以为沈念白只是太小 没有分辨能力 才会说出那样伤人的话 他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我们血脉相连 我怎么忍心一直生他的气 于是他生日这天 我早早起来 准备了他最喜欢的蛋糕 我提着蛋糕 给沈淮川发了消息 淮川 我做了蛋糕 记得早点带儿子回家呀 我是在沈淮川落魄的时候 遇见他的 那时他告诉我他 父母都去世了 无处可去 我心生怜悯 把他带回了家 从此两个人互相抱团取暖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 沈淮川原本身家过异 只是由于被人算计 而暂时落魄 最终他花费了两年 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 跟他在一起的两年很快乐 我很快心生情愫 他也没有拒绝 我们也曾温存过一段时间 直到有次周特助找上门 被我撞见 我才知道所有的一切 我这才从直言片语中明白 原来沈淮川是有个白月光的 只不过他当时下落不明 江月白没有等待出了国 最近才回来 最后我还是顺利 和沈淮川结了婚 因为我怀了他的孩子 沈淮川没说什么 只问了一句 要留下这个孩子吗 那时我天天惶恐不安 害怕他不要我 更害怕他不要这个孩子 一听这话 顿时姗姗泪下 怀川求你了 我想生下这个孩子 就算不和你结婚 也没关系的 我有孩子就好了 父母双亡后 我特别想拥有一个 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 那样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无牵无挂 他最终还是对孩子心软了 只是对我更加冷淡了 我们曹操领了结婚证 甚至没有举办婚礼 几个月后 我们的孩子出生 是个男孩 取名为沈念白 他小小一团 躺在我怀里的时候 我心都要化了 我从天亮等到天黑 他们还是没有回来 我打开手机 朋友圈最上面 是江月白刚刚才发的 一张十指紧扣的照片 熟悉的婚戒泛着光 我一眼就认出 那是沈淮川的手 一条热搜顶了上来 惊 沈总与白月光 疑似已婚 孩子都大了 我点进去一看 里面坐过山车的小孩 竟然是念白 而江月白坐在他身后抱着他 不远处 一个高大冷峻的年轻男人 耐心等待 眼神里透露着宠溺 而沈念白拉着江月白的手笔叶 朝着沈淮川喊 爸爸快看 我和妈妈 拿着手机的手颤抖不已 原来我一直等待的两个人 已经有人做陪了 我只觉得眼前一黑 耳鸣的厉害 整个人恶心的厉害 却只吐出几口苦水 桌上的小熊蛋糕和乐高玩具 好像都是一场笑话 我的老公牵着别的女人手 我的儿子管别的女人叫妈妈 我突然激动地扑过去 想把他扔进垃圾桶里 却不料脚下一滑 整个人狠狠地往后摔上去 后脑勺重重地磕到椅子上 一瞬间 整个人眼前走马观花 脑子里闪过很多片段 过了很久我才慢慢爬起来 没错就在刚刚磕到头后 我觉醒了 原来我生活在书中的世界 沈淮川是男主 江月白是女主 而我只是书中打酱油的炮灰 一直求而不得 最后为了就跑去找女主的儿子 而被车撞死 视线落在手上的婚戒上 他带了一些须须地套在我的手上 我带了他整整五年 从来没有如此觉得他不合适 但此刻我想明白了 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合适的 只是我一直自欺欺人 觉得他合适罢了 就像沈淮川 男二注定是女主的 男二的儿子也一样 我冷静下来 平复了心情 扔掉了蛋糕和乐高 上楼去收拾自己的东西 对 我要走 我这么年轻还不想死 男二和孩子给女主 我都不要了 在这个家里生活了五年 其实收拾起来的东西 也就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这些年 沈淮川给我买的东西 我一样没拿 或许江月白会更喜欢他们 爸爸 我今天好开心 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个生日 明天还可以找月白 阿姨娃吗 沈念白清亮 欢快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门一打开 父子俩有些错愕地 看着我旁边的行李箱 沈淮川冷冷嘲讽 安逸 你又闹什么 今天可是儿子生日 他顿了顿继续沉声说 我们只是偶然碰到月白 他听说今天是月白生日 才带他去游乐园玩的 你不要看网上那些胡思乱想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出这些话的 不过我也不在意了 沈念白眼间看见了 垃圾桶里的蛋糕和乐糕 他跑过去不可置信地说 妈妈 你竟然把我的蛋糕扔了 你是个坏妈妈 念白生日没有蛋糕吃了 他生气地撅起嘴 大声哭闹起来 我蹲下去摸了摸他的小脸 沈念白 谁告诉你 这个蛋糕是给你的 没有放到你手上 就还是我的 我扔了它 又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讨厌我吗 你不是一直想让江月白 做你妈妈吗 那我走好了 今天不是和你的新妈妈玩得很开心吗 我给你的新妈妈腾位置好不好 沈念白到底年纪还小 似乎没听明白 一愣一愣的 倒是一旁的沈淮穿急了 一把把我拽起来 你在跟孩子胡说什么 我用力甩开他的前置 反手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 一字一句很平和地说 我没胡说 沈淮川 我要和你离婚 你不是喜欢江月白吗 他不是你的白月光吗 我走了 你能娶到心爱的女人 沈念白可以拥有他喜欢的妈妈 这不是皆大欢喜 沈淮川回到房间 看着空了一半的衣柜 缺了洗漱用品的洗漱台 突然感到一阵不适 想起安逸头也不回离开的模样 他竟然有种感觉 他要失去安逸了 不会的不会的 他那么爱他 怎么肯轻易提离婚 而且这么晚了 出去也没有车 他没地方去肯定会回来的 正在此时 沈念白提着一坨 面目模糊的蛋糕进来 尝了一口 眼泪要掉不掉地问 爸爸 妈妈真的走了吗 他真的不要我们了吗 他突然回想起 当时他还是个普通人的时候 安逸靠在他怀里 仰着脸问他 淮川 你是喜欢男孩子 还是喜欢女孩子呀 那时的沈淮川一愣 他从来没有想过孩子这种可能 他喜欢安逸 喜欢得快疯了 所以他不能忍受出现一个新的生命 来分走安逸对他的关注 沈淮川听见自己冷冷地说 不喜欢 不许生 安逸吓坏了 怯生生地用软软的嘴巴来亲他 让他不要生气 他也很乖 每次事后都会吃药 让他没有烦恼 可等他恢复身份有一天 安逸突然说 淮川 我怀孕了 我能把他生下来吗 就算不和你结婚也没关系的 我有宝宝就好了 那一刻他断定 安逸是在用孩子来威胁他 因为爱他 沈淮川和他领了结婚证 为了惩罚他 沈淮川冷落他 把他当透明人 看着每次他来求自己 心里却窃喜 看吧 安逸这么爱你 总是离不开你 其实沈念白 只有性格像自己 看着他酷似安逸 可怜兮兮的小脸 沈淮川把蛋糕打落在地 突然恶劣一笑 不 他只会不要你 你不是天天喊着 要江月白当你的新妈妈吗 今天是你生日 你的愿望实现了 不 我不要新妈妈了 我就要我自己的妈妈 沈念白一张小脸 哭得稀里哗啦 可是却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怜悯 一个孩子罢了 不得安逸喜欢就不要了 反正现在还能生 等安逸回来 他们还能生很多的小孩 可这一晚沈淮川 没有等来他的妻子 沈念白他的母亲 他们都被安逸丢掉了 沈淮川的别墅离我家很远 这个点也根本打不上车 难怪刚刚他一副 汹涌成竹的样子 原来是笃定了 我会回去 可惜了 我不打算再回头了 就这么 我走了半夜 脚底走出了血泡 才看看到家 直接倒头就睡 没想到睡着睡着 为控制不住的猛烈灼烧起来 我疼得蜷缩起来 原本想人人也就过去了 没想到疼痛越发剧烈 我忍受不住的发出痛呼 嘴角咬出了血迹 模糊之间 我拨打了一个电话 昏过去之前 我迷迷糊糊地想 完蛋了 不会打给了沈淮川吧 早知道就早点删了 等我再醒过来 闻到了刺鼻的消毒水味 入目一片素白 是谁救了我 我张了张嘴巴 觉得喉咙火辣辣的 发不出一点声音 来 你刚醒先喝点温水 一个修长的手伸了过来 慢慢扶起我 喂了我一杯水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 站在一旁 怎么说呢 他就是那种 一眼看去很帅的男人 莫名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我这才觉得舒服很多 压压地问 你是谁 是你救了我吗 只是没想到 我这话一出口 男人的脸色 瞬间黑了好几个度 点着我的脑袋 咬牙切齿地说 好啊 你个安安你 竟然把我忘了个精光 要不是我昨天 接了电话救了你 你为溃疡 疼死在家里吧 嗯 好熟悉的炸毛味 记忆深处 一个身影浮现出来 我试探地说 贺书成 名字一出 贺书成仿佛一只 被顺毛的老虎 整个人温顺下来 朝我露出一抹明朗的笑 安逸 好久不见 是的 没错 是贺书成 我的青梅竹马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只是后来 由于一些不知名的原因 他家搬走了 我们只留了个电话联系 一开始 我们还有联系 后来 我父母双亡 他说回来找我 我等了很久 没有等来他 再后来遇见了沈淮川 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没想到 我昨天竟然阴差阳错 拨打了他的电话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最近才调来这个医院的 我一回来 就去找过你 可蹲了几天 也没见着你 我还以为你搬走了 他懊恼地摸着脑袋 可怜兮兮地说 其实伯父伯母出事的时候 我回来了 但是又被我爸妈押回去了 但是我现在可以 听到这里 我眼皮一跳 立马打断他 贺书成 我结婚了 孩子都有了 我的话如晴天霹雳 砸向贺书成 他哆哆嗦嗦地说 啊 怎么会 就结婚了 最后抹了一把脸 一脸颓废道 你是由于许久没吃东西 才未溃疡 还差点穿孔了的 我去给你买点粥喝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我有些唏嘘 其实他一开口 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只是如果 我们从未分开 或许现在和我有孩子的 就是他 但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 就算我离婚他 还是想娶我 他们家也不会接受 一个二婚的女人 所以一切在原点 什么都不发生比较好 因为生病我就在医院 安安分分地待了两个星期 贺书成也对我照顾有加 我也过了段放松的日子 这期间我也没有闲着 住院第一天就找好了律师 按照约定静身出户 不索取孩子抚养权 拟定了离婚协议 早早签好字 给沈淮川送去 可让我意外的是 沈淮川却突然没信了 压下协议书 放话说让我去别墅找他 不让他不会签字的 原本火遍网上的豪门爱恋 一家三口的视频 也失去了踪影 怎么也搜不出来 难道是沈淮川 下令控的场 多半是为了江月白吧 我没有多想 沈念白倒是每天 都给我发消息 天天发他的自拍照给我 不是说肚子痛 就是说 想吃我做的玉米排骨汤 我有些想不通 当初给他做的时候 他一脸嫌弃 妈妈你只会做玉米排骨汤吗 我都吃腻了 还是月白阿姨 做的番茄汤更好喝 我一次也没有回他 小孩总是会蹬鼻子上脸的 肚子痛找新妈妈 想喝汤也找新妈妈 别找我就行 安安 按照情况你可以出院了 下次可要注意饮食 不要一天都不吃东西 贺书城又在婆婆妈妈了 我左耳进右耳出 好了好了 我都知道了 我走了贺书城 有时间下次去 我朝他摆了白手 拒绝他的送行 麻溜地逃离了医院 我没有回家 反而是直接去了别墅 我有点着急了 着急拿到离婚协议 别墅的门是虚掩的 我礼貌地敲了敲门 不等我反应 里面一个人影跑了出来 冲进我怀里 紧紧地抱住我 哭腔明显 妈妈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他们都说 你不要小念不会回来了 小念不相信 一直在等妈妈 我只有我原本的妈妈 我不要月白阿姨当我的妈妈 还不行吗 虽然你不温柔 总是管着我 还只会做玉米排骨汤 我都不介意了 你回来吧 沈念白越苦越大声 可我的心里却十分平静 我轻轻用尽 把他从怀里扯出来 不管他能不能承受 认真地说 沈念白 他们没说 错我就是不要你了 这次我是来拿离婚协议书的 不会再有下次回来了 沈念白摇着脑袋不听 拖着我的手往里拉 爸爸 爸爸你快来吧 快来帮我把妈妈留下来 沈淮川逆着光从楼上下来 看到我的时候 似乎松了一口气 回来了 以后不要闹了 沈念白他很想你 离婚协议书呢 给我吧 我们俩一口同声地说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竟然还想离婚 我已经压下那段视频 不会再有人乱说了 你还不满足吗 我已经不在乎了 有没有名分很重要吗 有没有孩子很重要吗 都不重要 沈絮自我从前 真的很爱很爱你 父母去世后 把你当作人生的光 想跟你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为了生儿育女 洗手做羹汤 可你呢 隐瞒身份欺骗我 有白月光还来招惹我 我说过 不和你结婚也可以 只要有孩子就行了 可你答应和我结婚 却不情不愿 冷暴力我 把我当透明人 后来 我想明白了 你是怪我用孩子来逼迫你 可我从来没有 我不稀罕你的一切 所以我活该没有婚礼 没有合适的婚戒 没有任何夫妻之间的假日 没有约会 没有爱吗 沈淮川 我们结婚五年了 有谁知道我安逸 是你的妻子吗 你的朋友知道吗 你公司的前台知道吗 我发泄式的 吐露这一件件委屈事 说到最后眼泪流了满面 浑身甚至不自觉地颤抖 沈淮川见状终于慌了 他被我戳中了心思 慌张地想上前抱住我 我一把把他推开 别碰我 我擦了擦眼泪 一字一句地说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我就想要离婚协议说 沈淮川有些手足无措 一贯冷静的他 此刻竟然慌乱无比 语无伦次 安安 我可以 可以解释的 那时候我太敏感了 再加上外界的风言风语 我就以为你是为了我的钱 用孩子来威胁我 明明我们说好了的 不要孩子 我太爱你了 不能接受有孩子 来分走你对我的关注 所以我冷落你 让你不得不依附我 后来江月白回来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跟他接触 也是为了公司项目合作 更主要的是 让你吃醋 我就是想要让你在乎我 真的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现在想明白了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愿意改的 念白不听话 我们一起教他 一起陪他长大好不好 沈淮川拉着沈念白 见我无动于衷 甚至跪在我面前 祈求我的原谅 沈念白也哭着说 妈妈 妈妈你别走 别的小孩都有自己妈妈的 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 妈妈你就原谅我吧 别和爸爸离婚 呜呜呜呜 说实话 第一次听他说这么多话 有些稀奇 沈淮川这么骄傲的一个人 竟然为了求我原谅 放下尊严 甘愿下跪 可骄傲是什么 尊严是什么 难道我就没有吗 这五年所受的一切 不是他这一挥就能抵消的 最终我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沈淮川崩溃破防 沈淮川 你也不想我恨你吧 沈淮川到底是退步了 签了协议书 拿到协议书 我扭头就走 如果可以 这地方不会再踏足一次 沈念白想抱住我的腿 却被沈淮川拦住 沈念白 别拦他 别让他恨我们 我们凭自己努力 把妈妈再次追回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沈淮川干了两件事 先高调宣布 妻子并非江月白 并且目前处于离婚状态 目前正在重新追求前妻 第二件是找到了 江氏集团偷税的证据 江氏集团被查封 涉事的江月白父母跳楼而亡 江月白由于不知情 逃过一劫 虽然我不理解 但是沈淮川父子 仍然雷打不动的 早安午安晚安 每天一束不重样的鲜花送上门 打开门却不见人 我从来没有收 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为了追回我的心 沈淮川甚至在广场的大屏幕上 播放自己下跪求原谅的视频 安安 我知道错了 我愿意在全世界面前承认我的错误 只要你能原谅我 重新回到我身边吧 屏幕里的沈淮川 单膝下跪 反省着自己的错误 深情地诉说着对我的爱意 最后甚至掏出一对新的对戒 重新求婚 沈念白也在里面出镜 可怜兮兮地喊着 妈妈你回来吧 想念想你了 我平静地仰头看着 心中毫无波澜 倒是旁边的女孩激动地叫起来 啊呀 好浪漫啊 沈总好帅 沈小少爷好可爱 这要是我早就原谅他们了 是啊是啊 要我说有男人能为我做到 我真是死而无憾了 可爱从来不是事后的张扬 如果是这样 我宁愿不要 我不再驻足 匆匆跑回家 可没想到家门口来了个不速之客 沈念白 你怎么在这里 沈淮川呢 我注意到他提了一个蛋糕 歪歪扭扭地说不出来的丑 沈念白似乎有些紧张 捏了捏手 一直不肯说话 天气很热 堵在门口也不是个事 我只好先把人放进去 一开口 沈念白就灵活地钻了进去 也许是觉得现在我不能赶走他了 他戚戚爱爱地说 妈妈 是我想来找你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我想给妈妈尝尝 他敲着小短腿 费力地把蛋糕放在桌上 期待地看着我 我叹了一口气 上面歪歪扭扭的小熊 跟上次那只很像 我到底还是心软尝了一口 很好吃 看我吃了蛋糕 沈念白睁大了双眼 随即迸发出名为希望的光 妈妈 这是我做了好久 做得最好看的一个 上次妈妈做的蛋糕 被我从垃圾桶里拿出来 都吃光了 真的很好吃 妈妈以后还可以给我做吗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 其实沈念白没有做错什么 他只是想得到父亲的关注 所以在发现父亲不拒绝江月白后 去亲近江月白 想换个妈妈罢了 念白 妈妈最后教你的就是 前路一灿灿 往事不可追 以后别再来了好吗 沈念白一听 我要赶他走 顿时撕破了表面伪装的乖巧 开始原地哭闹起来 我不走我不走 我就要和妈妈在一起 我没有去哄他 就任他哭 他哭了一会儿 见我没有哄他的意思 更委屈了 可爸爸说 妈妈喜欢乖的小孩 沈念白自己擦干眼泪 慢慢跟妈妈谈条件 妈妈 你从来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园 你可以最后陪我去一次吗 血液里名为血脉的因子在颤抖 我终究还是软下心答应了 毕竟我快走了 明天去卖了房 离开这个地方 一辈子可能就不会再见面了 就当是最后一次 沈念白明显很开心 蹦蹦跳跳跟我出了门 上了出租车 可开了一会儿 我发现这根本就不是游乐园的方向 刚想质问司机 一阵眩运传来 整个人昏了过去 再次想来 是在一个废弃的工厂 我的双手双脚被死死地捆着 沈念白在一旁还昏迷未醒 沈念白 沈念白 醒醒 快醒醒 随着我的叫唤 沈念白慢慢睁开眼睛 看清周围的场景时 有些惊慌地看着我 妈妈 我害怕 别怕 你的手表上有定位器 沈淮川很快 就会来救你的 想起最后看到的那双眼睛 那应该是 啪 啪 啪 掌声响起 江月白鼓着掌从后面走过来 真的是他 江月白走到我面前 拿出一把刀 抬起我的下巴 面目猙獰 狠狠地扇了两巴掌 安逸 你到底有什么能力 竟然让淮川哥哥对我这么狠心 我不过是设计让你误会了我和他有私情 他竟然为了你毁了整个江家 我父母那么信任他 跟他合伙做生意 他竟然反水害死了我的父母 他这么爱你 我要当着他的面杀了你 还有他的儿子 该死的沈淮川 又让我遭受无望之灾 被他爱上 真是我倒了八辈子美 沈念白双眼含泪 惊恐地看着江月白 他已经哭不出来 他没想到短短几日 他的世界就如此崩塌 他的爸爸不爱他 他以为爱的月白阿姨想杀了他 他以为他是被爱的 可他一直生活在谎言里 最爱他的只有他嫌弃的妈妈 发疯的江月白把我们的嘴堵上 对我们拳打脚踢 我把沈念白护在身下 沈念白尖锐地哭喊 不要打我妈妈 不要打 求求你了 呜呜呜呜 不要伤害我妈妈 好在沈淮川来得快 我没有被活活打死 江月白 你给我助手 我来了 快放了安安和念白 江月白一看沈淮川来了 停下踢打的脚 淮川 你终于来了 你知道吗 我是那么爱你 为了你对抗我的父亲 帮你谈合作 可你呢 你是怎么回报我的 用我父母的死来回报我吗 江月白情绪激动 癫狂地挥舞着刀子 今天你只能救一个 儿子还是老婆 你自己选吧 沈淮川举着双手慢慢靠近 嘴里安抚道 江月白 你不要激动 你杀了他们有什么用 来你来杀我 该死你父母的人是我 杀了我 才能截你的心头恨 江月白根本不听 行 你不选是吧 那我来替你来选 说完 他就举起刀朝我砍来 刹那间 沈淮川飞奔过来 把我压在身下 死死地护住我 江月白 刀刀落在 沈淮川的背上 腿上 沈叙时已经被吓晕过去了 沈淮川口吐鲜血 还要捂住我的眼镜 安安 别怕 我来保护你 江月白已经疯了 仍然在乱砍 就在下一刀要砍到我身上时 警察赶到了 见状直接击毙了江月白 又有救护车 把我们都送进了医院 经过抢救 沈淮川捡回来一条命 只是留下了终身残疾 下半辈子 只能在床上度过了 在沈淮川情况稳定后 我变卖了房产 离开了这个城市 沈淮川和沈念白 没有在阻拦我 两人再次郑重地 对我说了声对不起 我接受了 人总不能一直活在过去 释怀才是生活的主旋律 我叫沈念白 今年十岁 我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他们很相爱 每年都会一起陪我过生日 妈妈会给我炖香香的 玉米排骨汤 给在一旁温柔地 看我玩乐高 会温柔地抱着我 亲亲我的额头 妈妈的怀里 香香的 暖暖的 我好喜欢 我没有妈妈了 我攒了点钱 我决定了 我要去找妈妈 爸爸一直在关注妈妈 我偷偷看到了 妈妈住的地方 我背上我的书包 里面塞满了 我觉得好吃的饼干 好看的鲜花 还有故事书 我很久没听到 妈妈给我讲故事了 如果可以 我希望妈妈 可以讲给我听 我到妈妈家了 妈妈的院子里 种了五颜六色的小花 还有水灵灵的大白菜 我探头去看 妈妈一下就发现了我 她招手让我过去 我有些腼腆 害羞地小声喊妈妈 可比我更快地 跑过去一个小女孩 她扑进妈妈的怀里 甜甜地喊着妈妈 妈妈轻轻地捏捏 她的小脸说 小淘气鬼 我手里拿的糖果 一下子掉在地上 再也没有勇气上前 转身跑走了 妈妈已经有别的小孩了 而我这个坏小孩 是不该被妈妈喜欢的 我不该来打扰妈妈的 日记四 我要是做个好孩子 妈妈会回来吗 没关系的 今天晚上可以梦见妈妈 给我讲故事书了 故事二 我发朋友圈和她官宣那天 从她微信里 听见了她和别的女人 熟悉暧昧的话语 我知道 她的初恋情人回来了 而我跟她的五年 愈发显得像个笑话 日历上 还有半年的六周年纪念日 被我打上了一个 大大的红圈 我准备在这一天 向宋隋求婚 我跟宋隋 是在五年前的 一场山难认识的 当时山洞里 只有我和宋隋两个人 那一周 宋隋尽可能把口粮和水 都留给了我 让我等到了救援 你放心 我会带你出去的 之后 我们也很巧合地 住到了同一间病房里 出院后 我们的联系越来越频繁 她让我做她女朋友那天 我盯着她英俊的脸庞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 这一答应 编在一起了五年 和所有刚坠入情网的情侣一样 我从家里搬了出来 和她同居 这五年 我学会了做饭 会习惯性地打扫卫生 给她经济上的支持 慢慢地开始考虑 我们的未来 她在大学里当老师 经常做实验 深夜不回家 我便一年如一日地 包好热汤带给她 每当这个时候 她温润的眼眸 总会平静地扫过我 再给我一个吻 朋友不止一次说 我是恋爱脑 说宋隋并没有 我想象的那样喜欢我 但我总会这样告诉自己 宋隋是爱我的 她只是不擅长表达而已 直到这天 她出去拉赞助 出门前对我道 燕衣 帮我把脏衣兰的衣服洗一下 好的 我边答应着 边捡起了她的衣服 却不经意地在衣尾发现了 一块白色的污浊和酒气 宋隋是昨晚凌晨三点回来的 我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下一秒 我便双腿一软 跌坐在地上 干呕了起来 我几乎是尖着嗓子 给宋隋打电话的 宋隋有个初恋情人 叫聂佳 她喝醉的时候 会指着手机上 那个美丽 优雅的女人 跟我从头到尾 细细地诉说 她和聂佳 从相识到分手的点点滴滴 她说她告诉我这些 是想让我了解她的过去 我满心欢喜 以为这样会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可就在昨天 在共同好友的朋友圈里 我看见了众人的合照 聂佳就坐在宋隋的身边 笑得甜美 宋隋的美眼 是我不曾见过的开心 可我才是她的女朋友 她表现出来的喜悦 仿佛在当着别人的面 狠狠地打我的脸 我的心像一双 无形的手来回揉捏 我也曾跟随在她的身后 吵着闹着 要跟着她去参加她的聚会 我不善交际 就坐在包厢的角落 看着她们推杯换盏 宋隋也很少注意到我的存在 直到结束的时候 她才想起我这个人 平静地牵着我的手回家 宋隋极冷静地坐在我的面前 我声嘶力竭地问她 衣服上的东西是什么 宋隋淡淡地猝着眉 仿佛我是个虎脚蛮缠的杜夫 她手机上的消息弹出来 我余光瞧见 那是个女人的头像 破天荒的 我把宋隋的手机抢了过来 她的眼底闪过一丝惊慌 我狠狠地咬着牙 看见女人约定见面的地方 是宋隋出差经常去的酒店 我用颤抖的嗓音质问她 宋隋一向不动的表情 终于有了裂痕 她说 姚燕一 那只是巧合 我们只是在酒局上碰见了 可我难过极了 可宋隋 你是真的爱我吗 如果你爱我 你就不该跟她 再有任何的联系 和宋隋在一起的很多年来 她一直都是一副正经 温和的模样 可现在的她 面对着我的逼问和严厉 头一次收敛起脸上的笑意 她的眉头下沉 跟着下沉的 还有我的心 我满脸泪水地看着宋隋 我看见她修长的手指 插入了她微锤的头顶 她沉闷又无奈地叹了口气 燕一 你爱得太满了 我受不了了 我爱过你 可我也受够了 你每天只会关心我吃什么 穿什么 下班后就开始叙叙叨叨地问我 每天发生的事 越来越单调乏味 我觉得我被你整个人裹住了 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我是离异家庭 从小到大 都是在母亲一个人的陪伴长大 从来没有一个人 来教我怎样去爱一个人 我只知道 要把自己最好的都给对方 宋隋曾是我的全部 我为了宋隋一步步地改变 变成她喜欢的模样 为她付出了我五年的青春 可最后 宋隋抽着烟平淡地说 我爱得太满了 宋隋大多数人看我的时候 都是平静的 没有半分沉迷疯狂的模样 这一刻我很确定 宋隋是不会爱我的 我的视线缓缓地落在她的脸上 她看起来很痛苦 又很克制 我们分手吧 我清晰地听见我开了口 宋隋的脸上也显而易见地出现了错愕 但很快她就恢复了过来 在我收拾好行李 离开我跟宋隋的小房间时 我清晰地听见深厚的宋隋轻轻地道 好 许知是闺蜜的亲弟弟 还在上大学 青春洋溢的男生 在一个午后来到了闺蜜的家里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她红着一张脸 主动向我伸出了手 你好 我叫许知 闺蜜在旁对我眨眼 可我对比 我小的男生 实在是起不了心思 但许知眼底的期许 让我莫名地心软 她看我的样子 就像我第一次遇见宋隋时 宋隋时看我的样子 你好 我叫姚燕一 当天晚上 闺蜜就把我的微信推给了许知 看着微信上的小红点 我莫名地觉得有些头大 我告诉闺蜜我目前 不想有其他的发展 闺蜜只是握着我的手说 试试吧 许知是不一样的 我忽略掉许知发过来的消息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上 拼命地让自己过得充实一些 我自己在离公司 近的地方租了 一宿一厅的房子 我目前过得很好 宋隋在这期间打电话 说我还有些东西落在他那儿了 问我什么时候过去取 我告诉他 你扔了吧 不想和对方再有任何的接触 我难过 可是我不想犯见 我听见宋隋说 燕一 我想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我只觉得很好笑 外面好像又下起了大雨 我收回自己的心思告诉宋隋 我不需要 我们不可能继续做朋友 我发现我忘记带伞了 走出公司的时候 雨正大 我看着来接女朋友下班的人 莫名地 我的眼眶又酸了 我和宋隋相爱的前几年 他每天都会抽空来接我下班 可渐渐地 我再也没有在公司门口 见过他的身影 我习惯性地看着公交车站牌 却意外地看见了许知 看见了我 他兴高采烈地走过来 下班了吗 我来接你 许知念看着我的时候 眼里总是有光和温柔 跟宋隋的平淡不一样 我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很喜欢我 鬼使神差的 我心软了 我同意让他送我回家 在黑暗中摸出钥匙打开了门 我在静谧当中打开了灯 给许知倒了一杯水 放在茶几上 我瞄了他一眼 随便做 其实我的房子一片凌乱 我一向过着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为了送随 我才变成了贤妻良母的模样 离开了他 我的生活逐渐恢复 成了原来的模样 我没打算管许知 我告诉他 水喝了就走吧 顺便带上门 我听见外面空溢气谱的声响 我从床上起来打开门 看见许知一声不响地 在给我收拾凌乱的客厅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我看见整洁的房子 阳台上还晾晒着我的衣服 我的心莫名有些触动 所以我开始接受许知的邀约 他们学校要举办一场露天音乐节 我已经很久没参加过这种青春 热烈的活动了 宋随比我还要大上四五岁 成熟的男人并不喜欢这种场合 我一直都迎合着他的喜好 陪他去参加一些他所谓的高雅活动 想一想我也真的笨 竟然会为了别人舍弃自己的爱好 许知很早就在那儿等着我了 紧张的神色在看见我之后 才烟消云散 人很多 许知一直待在我身边 防止我被人群挤散 现场因为摇滚 而变得热情高涨疯狂起来 我被年轻人的精神带动 开始和许知疯狂地尖叫了起来 我感到我整个人犹如重生一般 此刻只是在享受 我对许知说谢谢 可现场的声音太大 他听不清我说的话 于是我向许知示意 让他低下头 我凑在他的耳边说 许知 谢谢你 谢谢你带我感受不一样的东西 男孩因为我的话语而脸红 他的眼盯着我 笑容十分明显 他丝毫没有掩饰对我的喜欢 我很兴奋 直到手机短信震动 宋随是发见人 去音乐节 还开心吗 我下意识地抬头 环顾四周 我找不到宋随 也不知道宋随是在哪里看见的我 直到我看见音乐节的下一个嘉宾 是聂家 我的心顿时就凉了 随后我才想起来 当初聂家就是因为要去美国学习音乐 才和宋随说的分手 现在学成归国 自然是要夺回自己的爱情了 也是许知察觉到我态度的变化 他问我是不是不喜欢 我说是的 我不加掩饰地道 许知愣了愣 便二话不说地带我离开了现场 随着音乐声渐渐地变小 我的心才渐渐地平稳下来 对不起 好像毁了你的心情 我吐了口烟 不好意思地看了眼许知 可不知下一秒只是抽掉了 我手指中还在燃烧的烟头 熄灭 许知带我在学校逛了一圈 我突然意识到 这是宋随工作的大学 也很巧 在中途 我见到了宋随 还有聂家 他脸上还化着舞台妆 但在现实看来 也很漂亮 我察觉到 许知奇怪地紧张起来 他突然牵住了我的手 对着前面叫了一声 老师 我眼皮跳了跳 宋随估计也没想到 会碰见我们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感到他的目光 一直实实地 钉在我们十指紧扣的手上 他恢复成以往的模样 对着许知点了点头 在看着我的时候 眼神透露出些许机讽 你们什么关系 我们 我打断许知的话 看不出来吗 话音刚落 我主动点起 搅起了许知一口 宋随 他是谁呀 聂家多看了我几眼 在不解地侧头 问了问宋随 而宋随只不过 淡淡地开口到朋友 便带着他离开了 我眼眶发色 直到他们的背影走远了 我才低着头对许知说 对不起 没 许知捏住我的肩膀 让我抬眼看着他 他说 我很开心 哄 我的老脸一下就红了 尽管如此 我还是给许知表达了我的歉意 并且表示我们还是不要继续见面了 可弟弟不听话 该怎么办 许知开始每天接我下班 拿着一把伞 就在公司门口等着 有时我不开心 他便沉默地走在我的身后 同事偶尔会开我玩笑 说 你的小奶狗又在等你了 我有些无奈 我问许知 为什么会知道我和宋随的关系 他停顿了一下 说 我听我姐说的 他是个渣男 燕姨姐那么好 他配不上你 所以上次 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牵你的手了 你还 打住 我及时地让他 不要吐出剩余的虎狼之词 然而 许知认真的模样 让我呼吸都快不稳了 我告诉许知 那我们就是仪式吧 是的 我们是仪式 我没有想到 我妈会去找宋随 宋随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 我有那么一瞬的失神 自己的婚姻不幸福 我妈比任何人 都想我找到个好归宿 我没有告诉他 我和宋随已经分手的事 宋随告诉我 我妈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站在了他家的房门 但没有想到 我给了他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宋随在那边试探我 要不我帮你做下戏 不用 谢谢 年近五十的中年女人 从另外一座城市坐火车来 还提着当地各种特产 和自己在小院栽的蔬菜 我看见我妈的时候 便哭了出来 她揪着我的耳朵 问我为什么要分手 宋随这人那么好 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住 我哭着告诉她 她不爱我 我为什么还要和她在一起 她愣了很久 和我坐在沙发上 一直到了深夜 我告诉我妈 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知道该怎么办 离开母亲的时候 我还是个世事 都依靠着她的女儿 在和宋随在一起的这几年里 我不断地变化成长 到现在可以独当一面 我可以自己面对 最后我妈过来 把我拥入了怀里 她说没关系 总会有人来爱我 对的 我也相信是这样 隔天 我妈便买了最早的高铁票 离开了这里 宋随打电话说想见我 我原本是想要拒绝的 可她说 她在我公司楼下咖啡厅 说想和我聊聊 伯母离开了吗 她的模样 好像没什么变化 修长的手端住咖啡 还是我记忆里 那个成熟 稳重的男人 我恩了一声 昨天上午 我送她上的高铁 你怎么和许致走在一起了 朋友介绍 为什么不可以走在一起 我反问她 宋随没吭声 我把手中的水一饮而尽 问 宋随 你不会给她穿小鞋吧 宋随摇摇头 表示对我的假设无语 她是个老师 不会让感情影响工作 而许致是名很优秀的学生 可她依旧嘲讽我 我以为艳依你的爱多值钱呢 听懂了她言语里的意思 我也不甘示弱 有人觉得值钱就行 那个人不一定非得是你 我从来不会和宋随争吵 因为我不想她不高兴 所以我隐忍 把自己原来尖锐的性格 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 变成她爱的那种温柔的样子 我们两个人陷入了沉默当中 宋随一双黑得发亮的毛子 死死地盯着我 我试图打破我们之间的尴尬 你和聂家怎么样了 我说了我和她没关系 上次真的是巧合 不过她说她还喜欢我 但我拒绝了 哼 我给了她一个假的批爆的微笑 宋随语重心肠地道 燕一 许知年龄还小 心智还不成熟 她不适合你 如果是在以前 宋随要我疏远一个人 我肯定是毫不犹豫地答应 可现在绝无可能 那些让我变得敏感 卑微地失去了自我的时光 是我最想要舍弃的 我还没说话 我就看见一个人影冲了出来 拳头砸在了宋随的脸上 我没想到 许知居然就在旁边的卡座 偷听我们的谈话 听到宋随挑拨离间的时候 她忍无可忍地冲了出来 也不管宋随是不是她的老师 在咖啡厅里变出了手 我让宋随去医院检查 如果需要赔偿 可以来找我 男人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们一眼 带着嘴角的伤 就离开了现场 你为什么要动手 万一她告你怎么办 你想挂科 还是处分 还是开除 回去的路上 我十分气不过地教训许知 实不相瞒 我的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 可看着她丝毫不知悔改的模样 我只觉得更加气愤 说了很久 我都听不见许知的答复 转过头看她时 才发觉她微微耸动的肩膀 哭了 我戳了戳她的胸膛 许知抬起脸的时候 我看见她满脸的泪光 她说 我很害怕 当宋随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 你不要我了 我听我姐说过 你很喜欢宋随 喜欢到自己都可以不要的地步 我就会胡思乱想 我会不会只是你消遣的东西 可你说喜欢我的时候 我还是很欢喜 许知敞开心扉告诉我的这番话 我感到十分不真实 胸膛仿佛被一记重锤击打 我点起脚 摸了摸她的脑袋 说了句傻瓜 其实宋随说出那些话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 根本没有想过许知说的那些话 我不爱宋随了 爱情这种东西真的很奇妙 不爱了 就是不爱了 以前她的每个举动 都会牵扯我的神经 可我现在看着她的脸 只觉得无比的陌生 我不否认 我曾深爱过宋随的岁月 那个男人曾经给我 谁也无法比拟的安全感 只要看到她 我便和现在的许知一样 欢喜得不成模样 可我确实爱得太没有自我了 我告诉许知 我对她是认真的 男孩才终于破体微笑 见我被高跟鞋磨得发红的脚后跟 二话不说便蹲下来 一步步地把我背了回去 还接了盆热水让我泡脚 热水很缓解一天的疲惫 盯着她蹲下身来认真的模样 我鬼使神差地问了句 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一起住 她浓密的睫毛下 是一片惹人遐想的飞红 噗 她真的那么说 果真是纯情少男了 闺蜜将喝进去的果汁喷吐出来 一脸好笑地看着我 仿佛她都不了解她弟弟了 我正在休息 穿着休闲的睡衣 靠在沙发上 仰头盯着天花板 想起许知临走前对我说的话 燕一 我也很想和你一起生活 可我害怕我轻易答应你 便显得我唐突了 我很珍惜你 我也想向你证明 我不是那么肤浅的男人 已经渐渐死去的心 好像因为年轻血液的注入 而感到跳动起来 简单的一句话 让我那晚辗转反侧 一直在思考 和送随在一起这几年 激情一点点地被抹掉 我的爱对她来说 变成了一种负担 那许知呢 会不会几年过去 又是送随二号 别人说 跟和别人同居过的女人在一起 就跟找了个二婚的女人 没什么区别 不知道是不是害怕年轻人玩的也 只是想贪图一场年上的恋爱时 闺蜜好像看穿了我内心的担忧 握住我的肩膀 许知不是那种人 摇艳一 自信点 我和送随再见面的时候 我们已经分手快半年了 是在我们认识的 共同好友的婚前聚会上 她是登山俱乐部的负责人 那次山难她也在 所以我和送随在一起的时候 她还很大方地包上了一个红包 并表示我们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邀请她 可我没有等来送随的求婚 只等来了她出轨的铁证 她告诉我 送随不来 所以我才会答应过来 我告诉她我和送随已经分手了 对方表示很遗憾 她眯起眼睛 好像在回忆当初 当时你们被救援队救出来的时候 送随把你保护得好好的模样 我还铭记在心头很清楚啊 所以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由衷地为你们而感到开心 我没说话 所以我也没有和送随撕破脸题 现在不爱是真的 当初的爱也是真的 我很感谢她当时对我的好 我还是在聚会见到送随了 负责人看我到了之后 单独将我拉到一旁 一脸歉意 小瑶 对不起 送随临时又说 可以来了 我点点头 没关系的 真的没关系的 聚会的气氛被炒得很火热 大家便起哄着 让情侣玩游戏 喝焦杯酒 不知情的朋友叫到了我和送随的名字 她的视线在我的身上 我玩耳一笑向朋友解释 别乱配对 我们已经分手了 送随有新女朋友 她女朋友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场面有那么一度的冷场 不过大家很快又可玩个的 更甚 有人还去问送随 怎么不把新欢带出来看看 送随的脸色并不怎么好看 目光在我的脸上转了几圈 又一开了 她好像喝得很猛 我以前也跟随着送随 参加过这样的聚会 我会保持完整的清醒 开车回家 再帮她醒酒 从来不会过度沉迷于玩乐 但她现在没有我了 见她一杯又一杯地下肚 满脸酒醉的模样 我同女性好友在角落聊天聊得火热 丝毫没有再去关注那边的举动 聚会玩到一半的时候 我便想到许知要来接我 我拿起包包准备离开了 手腕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抓住 我回过头 看见宋随一张红润的脸 她今天晚上确实是喝多了 一双眼变得星红无比 里面仿佛有晶莹的液体在流动 为什么 你不等我呀 为什么 你冷淡我了呀 为什么 你要去在意其他男人啊 我被她强行拖拽到沙发上 她把我围在里面的座位里 她醉酒的气息笼罩着我 她贪软地靠在我的身上 我听见了在场一些人的起哄的声音 最后是负责人亲自过来 把宋随拉起来的 并对我表示了歉意 我理了李身上的皱褶 看了眼喝得烂醉的宋随 从心底感到一阵恶心 她的质问就像是把我的遮羞布 给狠狠地撕开 揭露了我这五年来的所有的卑微 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 宋随不是爱我 只是不喜欢一向看着她的人转身了 我付出的五年都可以让她感到厌烦 我也觉得我现在也没那么有本事 能够让她回头 众人一起出去的时候 负责人一再向我表达了对不起 许知拿着雨伞蹲在会所外面等我 见我出来的时候双眼发光 像大狗狗看见了主人 面对他们好奇 新奇的眼神 我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跟许知的关系 许知便拉着我离开了 坐上出租车的时候 我回过头看去 依靠在负责人身上的宋随 正一双黑色的眼瞳死死地望着我 我看不清里面的感情 我没有告诉许知关于包厢里发生的事 我靠在他的肩头 他用力地抱紧了我 哪里不舒服吗 许知低下头来测了测我的额头温度 左手握着我的右手 满眼都是关心 满眼都是我 我摇摇头 说我没事 送我回家的路上 在关门的那一刻 许知才告诉我 摇燕一 他吸了一口气 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双眼注视着我 我直接告诉你 我极度 去接你的时候 看见老师也在的时候 我真的好极度 我现在很生气 你考虑一下 要不要哄我吧 虽然我明天就好了 又可以来舔你了 但是现在你看着办吧 我哭笑不得 见他低下头 一副奶狗不敢越举的模样 明明在会所门口 看见了宋隋 回来路上 见我心情一般 也不敢开口询问 许知说 如果知道宋隋也在 那他也要跟着去 我让他低下头一点 抵着他的鼻尖 告诉他 我也是去了才发现的 你就不要难过了 嗯 许知的表情 这才放松了些许 他紧紧地抱着我 狠狠地亲了我 我好几口 这才作罢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我知道我栽了 许知开始 变着法地约我出去玩 频繁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带着我去参加他 和他朋友的各个聚会 每一个活动 都会发消息 给我报备 把我的指纹 录入了他的手机 我喜欢吃辣的 许知在周末便会想招法 而给我做出一桌 美味的川菜 把碗洗干净再离开 我想许知的时间 开始变多了 更有趣的是 有一次许知消失了一个晚上 打电话也打不通 我暂时联系不上他 等着联系上的时候 我很生气 我质问他 去哪了 十二点过后 他录了个小视频过来 画面是一群人和一块蛋糕 他说 今天我朋友生日 分了个愿望给我 我许的愿是希望 我们年年有今日 我在我和宋随六 周年纪念日那天 接到了他的电话 分手后 我便全身心地 投入到了工作中 这大半年以来 升了职 又有了新欢 根本就忘了 这一天的存在 宋随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是凌晨四点 我被一阵铃声吵醒 我睡眼惺忪地接通电话 燕衣 我生病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回想起自从那次山难之后 宋随的身体 好像就越来越不好了 我的语气 也随之有些软下来 要再 你知道 我要的不是这个 宋随打断了我的话 他的嗓音听起来极其清醒 他说 他失眠了 我是个人 不是物品 总不能说宋随 不要我的时候 可以随意丢弃 想要我的时候 我就得无怨无悔地 跟上去吧 夜晚很安静 只听得见 对方的呼吸声 我告诉宋随 生病了就去医院 我不是医生 我没有任何办法 不是告诉我了 病就可以好了 如果有需要 可以考虑一下 打电话给聂佳 他要是还失眠 我也可以出点钱 给他点个语音陪睡 姚燕一 宋随有气无力地说 声音里竟然有几分的哽咽 今天是我们的六周年纪念日 我发现 前几次的纪念日的场景 在我的脑海里 竟然已经变得模糊了 我很努力地 想要去回想起一些细节 但我发现 我好像做不到了 我眼皮跳了几下 六周年纪念 都分手那么久了 哪里还会有什么六周年 我原本幻想着 六周年的时候 向宋随求婚 到时候 我一定会买 让我看了好久的对见 做上一桌最好的饭菜 等待他下班回来 告诉他回家的时候 带上一束我喜欢的鲜花 宋随你见不见呢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说我爱得太满 现在分手了你 又不要脸斑地贴上来 究竟要如何您才能满意 你怎么不去死啊你 天亮了 我还要上班 没心情在这里 陪你无病呻吟 骂完这些 我便把电话挂断关机 睡了 不知道是第几天 我在另一个好友的 微信朋友圈里面 看到聂家 文案大致意思是 愿他们还有再见的日子 背景是聂家在机场的照片 所以他这是离开了 第一次知道聂家的时候 我曾经无比认真地观察过他 暗自比较我和他的差距 现在在想起来 只能说我太幼稚了 抑或说太不自信了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男人嘛 不喜欢了大不了换一个 我关掉手机 去休息室接了一杯咖啡 出来的时候就被前台告诉 说有我的鲜花送达 九百九十九朵红玫瑰 同事看见的时候 向我传来了羡慕的眼神 我打开卡片 看见送随的名字 我也就当着众人的面 便丢在旁边的垃圾桶里 顿时又是一阵抽气声 姚姐 这花很贵的 你就这么扔了吗 比我低一级的小和 忍不住惊叹了一句 我低头看了看垃圾桶 不 他不值钱 我说 但送随比我想象的 还要有耐心 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 我和许致面前 每一次两个人相见的时候 总有股火药味在二人之间弥漫 我只能紧紧地牵着许致的手 带他离开 用自己的温度去让他知道 我是不会变心的 送随还会经常等在我家楼下 会每天给我带早餐 我不要 便直接挂在我的房门上 无奈地看着门 把上的东西 许致知道后 便连夜提着行李箱搬进了我的住房 在沙发上给自己搭了一个窝 他会每天 把送随送的早餐 扔到垃圾桶里 我也会对他的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问许致 送随在学校有没有欺负你 没有 许致揉了揉我的发 摇摇头 我给许致做了点甜食 去到他们学校 临近期末 他总是在实验室坐到很晚才回去 我没想到这妖巧 又碰见了送随 他正好从教学大楼出来 看样子准备开车离开 他的车挡住了我要走得到 此时还已经入了冬 树上白雪挂着 看上去白茫茫的一片 看见他时 我看得不大真切 直到他对着我想了两声敌 你怎么在这儿 我晃动了下手里的东西 略显尴尬 我来给许致送点吃的 你以前都是给我送的 他沙哑着嗓子 从前我知道 他讲课要爱护喉咙 经常炖温润嗓子的东西给他喝 我已经很久没有关心过他了 我面路不悦打算绕过车子离开 但送随下车追了过来 叫住了我 他的脖子上围着我去年亲手给他织的围巾 落在我的眼里十分刺眼 那是我第一次学习织围巾 一双手被磨得红肿 最后只得到了他的一声谢谢 燕一 我错了 这是过了多久 我才从宋随的嘴里听见这句话 可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了 他没有错 使我给他的压力太大 爱得太过 迷失掉自我了 宋随有些难过地看着我 问我能不能坐下来 好好地聊一聊 许知发消息过来 说还有十分钟就可以来找我了 我叹了口气 拒绝了他 宋随 我要给许知送东西 直到他眼眶变得湿润 我的心才沉重地跳动了起来 他很痛苦地看着我 他仿佛又在忏悔 一双眼满眼都是泪意 他摇着头 不是的 我真的错了 燕一 我晚上会经常突然惊醒 每次想到你 心脏会异常地疼痛 吃饭的时候 我也会想起你给我做的饭菜 我在我们的房间里 下意识地叫着你的名字 但再也没人回应我 我才知道 是我不懂珍惜 我真的好想你 我和聂家 真的没有任何乐举的行为 燕一 重新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他咬着唇 我从没见过宋随这副脆弱 颓废的样子 整个人摇摇欲坠 要是让认识他的人看见 我保证他们肯定也会大吃一惊 一向清冷 稳重的人 竟会变得这么患得患失 我看见许知一步步的侵占 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占掉我在身边的位置 我真的快受不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我连忙叫他打住 现在说这些 没有任何意义 想解释些什么的时候 许知向我跑了过来 他当着宋随的面紧挨着我 一脸防备地看着宋随 感知到他的紧张 我问他要不要回去 许知点点头 主动牵过我的手往回走 走吧 昨天换下来的衣服 我还没给你洗呢 我听见宋随在后面喊 燕一 我再也没有回头 许知大四毕业的时候 向我求了婚 钻戒不是很大 可他说 以后会好好赚钱养我的 你是认真的吗 我忍不住开了口 他跪在地上 一脸诚恳 我试图在他脸上 找到一点说谎的痕迹 可许知在看着我的时候 总是带有爱意的 我想很久了 燕一 你是我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想要去回家生活的人 我总是会感到害怕 我真的很爱你 我害怕会有别的 更加年轻的狐狸精 许知忐忑地望向我 拿着钻戒的手 都还在颤抖 表明他内心的不安和害怕 我带着许知 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很久没有回过老家了 母亲接到我的电话 很开心地表示 会做一大桌子饭菜 等着我回家 我也明确地告诉他 这次我不是一个人回来 第一次见家长 我知道 许知是害怕的 他力图 让自己表现得好一些 带的礼物 也是自己精挑细选了好久 才决定买的东西 万一我妈妈不喜欢你怎么办 在高铁上 我不禁对他开启这个玩笑 许知坐在位置上 陷入了沉思 我看起他的眉头高高皱起 又渐渐地恢复平静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复我了 他才转过头 小心翼翼地告诉我 没关系的 我会竭尽全力来爱你 你不会嫌我爱得太满了吗 求之不得 在回去的路上 我没忍住哭了起来 听我闺蜜说 其实许知觊予我很久了 他心疼 我对宋随花费的爱情不假 其实是在他第一次 见我和其他同学 一起去他家做客的时候 他就默默地关注我了 我问许知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他腼腆地笑了一下 便直接承认了 一双眼睛看着我的时候 带着光 不只是关注 我甚至去寺庙拜佛 求求老天 让你们分手 他说 你会不会觉得我好恶毒 没有 我觉得你很可爱 出乎我的意料 我妈妈并没有因为 许知年龄比我小的缘故 就不喜欢她 她比任何人的表现都要热情 我知道 那是因为妈妈希望我幸福 许大私底下会问我 阿姨表现得如此喜欢我 是不是装出来的 想什么呢你 宋随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许知正在陪我妈妈看电视 我拿起手机走到阳台上去接听 许知多看了我几眼 原来是因为看见了我妈发的朋友圈 彼此都沉默了很久 再不说话我就挂了 你带许知回家了 对不对 宋随声音急促 我没有和她面对面 但我想象得出来她现在的样子 她说她来到了我的城市 问我能不能出去见一面 我告诉她 许知毕业后 我们打算到我家的城市所在地发展 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 让她以后别打电话过来 打搅我的生活了 宋随 我结婚是不会邀请你的 五年的感情 你真的说放就放吗 宋随一点也不甘心 她不承认自己就要这样失去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告诉阿姨 许知的存在吗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把她放在心上过 我以为她只是你报复我的工具罢了 我们经历了生死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以为我们都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我当时没想要真的分手 我只不过是想要喘口气罢了 燕衣 这次换我来爱你好不好 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想起我和宋随的这五年的点点滴滴 虽然我曾爱得失去自我 但我依旧很谢谢她 把我塑造成了现在的这一个摇燕衣 让我明白生活不是一定要围绕着爱情走的 还有许多可以在意的东西 自己自信起来 才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 望向客厅里正在聊得火热的许知和母亲 我的眼睛笑成了月牙状 转头看着楼下的夜景 我告诉宋随 其实我现在真的很开心 没必要了 我还是很谢谢你当初能够舍身救我 可是宋随 不是你转身 我就会等你的 你始终是给我造成了伤害 我现在很珍惜现在的每分每秒 好马不吃回头草 以后也肯定会有其他人 出现在你的人生里 来继续爱你 我挂断了她的电话 也拒绝了她见面的请求 我和许知 母亲在老家团聚 她在陌生的城市 独自懊悔 回到房间后 许知并没有问我再跟谁打电话 她如获珍宝似的翻看着我从小到大的相册 观看我成长的每一阶段 她说 她在幻想以后和我的未来 结婚的时候 我和许知直请了双方最亲密的朋友 规模不大 可我就是觉得很欢喜 那种激动的感觉自己快燃烧起来 我爱你 燕衣 许知正经地对我说 我真的没有发情帖给送随 登山俱乐部的负责人 在休息的时候 给我打了电话过来 手机贴在我的耳旁 听到 我们没能来参加婚礼的朋友 想表达对你的祝福 我含笑地对那方应答 大家都祝福我 婚姻美满 耳边是对方给我的祝福 大约换了几个人之后 我听见那边说 到你了 我正今微作地和对方交流 等来了有长达一两分钟的静默 我不知道对面现在是谁 我等着 等到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 开口问了问 喂 许知过来问我在做什么 我告诉他是登山俱乐部的朋友 他摸摸我的脸 并且亲了我一口 再叫老婆 滚 我带着笑意让他去接待朋友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电话已经挂断了 围流嘟嘟嘟的声音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的人生再也没有那个人的存在 只有许知 他用他坚定地喜欢跟守护 让一直摇摆不定 找不到未来的我有了归属 在最后得到了方向 在那个人说我爱得太满 我快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 是许知让我明白 我是值得被爱的 是值得得到全世界最好的对待的 是连接的 我本来说是连接的 是连接的 是连接的